这是由一群蛊惑仔参加的综艺节目 来这里的全部都是社会不良人 主裁判就是日本职业选手招仓未来 来参加节目的没有一个是善茶 第一组登场的叫外户宝巡 自称拥有丰富的街头打架经验 他的对手定型竖身 练习综合格斗三连 好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擂台 喜欢看各种精彩的竞技格斗类视频 记得给小北哥点上关注 是小北哥的老粉记得点赞评论 今天的比赛将是非常的精彩 好比赛开始 黑色背心的定型竖身 红色背心的外户宝巡 打架规则一分钟一回合 外户宝巡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定型竖身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 外户宝巡冲得太猛 被打了很多银击啊 定型竖身一个后直拳把外户宝巡击 这几下外户宝巡又找回了场子 把地型竖身再次打退 地型竖身一个漂亮的后手拳 再次把外户宝巡击倒 好一分钟时间到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近期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两人打的可以说是拳拳到肉 有来有回 鉴于两人的精彩表现 那么招操未来也是破例啊 让他两个人同时进入决赛 那这样的决定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由此可见招操未来对两人实力的认可 会会们一波接着一波 有老面口也有新人 下面的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 他叫七元嘉辉 自称地下格斗没有败机 他的对手叫梁泰 看起来也是体气十足 两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废话 直接走上擂台 一蹶高下 谁能打一几天的比赛 就可以挑战上一季的酱油哥 好比赛开始 七元嘉辉非常主动 两人再次搂抱 七元嘉辉打得积极主动 梁泰更加喜欢搂抱 梁泰骑腿失去重心倒地 这下给自己也减了不少分了 梁泰的高扫腿踢重 好一分钟时间到 说实话梁泰刚开始的搂抱 给自己减了不少分 其实梁泰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应该说是不太适应这个规则 那最终是七元嘉辉赢得比赛 最终也是有七元嘉辉赢得了和酱油哥的决赛 后面的奇葩也是越来越多 已经有粉丝在问我 有没有驴子的比赛 那么肯定是有的 驴混混的比赛就在下一期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